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潜心在剧组 白露拍剧本来就繁忙了 正好赶上宁安如梦空讲 他同一时间段有两部主演剧再播 这宣发的行程都要协调 跑男自然是顾不上来了 在连续三位出走后 节目组是极切需要看点的 于是乎开了一场录制期间内的直播 向观众介绍新一季的艺人阵容 这次活动的开启 让生态篇章未播鲜火 一男一女靠自己的发挥 闯出了点名声 邓恩西意外剧透慌张可爱 嘴甜凌厉讨喜 张真元热血中二少年 与周深成新组合 随助演艺圈更新迭代的频率提升 现在00年出生的艺人都不算年纪小的了 05年刚满18岁才算是难以复刻的青春 未成年时期便在各个剧组打拼的邓恩西 在观看节目数年后 终于得以站在摄像机面前 虽然第一次来 整个人的状态仍是比较拘谨的 但毕竟现在的孩子都蛮敢聊的 工作人员与其放得平缓一些 邓恩西就放松下来 这一轻松 一不小心就说漏嘴 表示新一期的主题是推理 意识到这是直播活动后 妹妹很是慌张 如小鹿般的眼睛顺得瞪大 有种很自然的美 因为是小孩子 所以不懂那些老油条的调侃 当别人都在吐槽摇一天时 妹妹拿出话筒很真诚地表示 皮弟比他想象中要年轻帅气不少诶 把皮弟都夸得不好意思了 邓恩西是清爽甜妹 他的同事张真元则是热烈男孩 因为太喜欢撕名牌了 所以带了两件有名牌的衣服回去不说 还跟同学祖局一起玩 且还嫌场地不够大 被问想撕下谁的名牌 他脱口而出周深的名字 把周深给乐德 表示我就在身边 你不会尴尬吗 而张哲元的确不怕冷场 他总是能把自己当成笑料本身展现 正是这种不怯场 让观众看到了他成为一代笑神的希望 那么就等待与生态片再见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想要一次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筒 但是这期再见 在参照上